你好,我是高玉琳老师 看影片之前请先按订阅 按赞,分享影片 并开启小铃铛 多多支持老师,感谢你哦 大家好,我是高玉琳老师 我们今天要来聊3月3日全台大停电预言 今年2022年3月3日早上9点多 因高雄的新达电厂开关厂事故 造成南部电力供需失衡 而引发全台多出大停电及大停水 老师针对这个事件发生后 用疫经演绎 得到太极空间图相当担忧 人类恐会发生浩劫级的灾难 另有好消息是乌俄战争很可能快结束了 不过老师不认为这是好消息 从挂项研判 恐怕是用惨痛的代价才换来的战争结束 还有国内的政治氛围恐怕会发生重大变化 因为3月2日民进党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拼连任 结果隔天3月3日早上9点多 就在高雄的新达电厂 因事故而引发全台大停电 这样依挂项研判 建议要小心空有出师不利的局势变化 老师先说挂项 用意经演绎得到名仪挂 挂意光明受伤害 动出师挂挂意赞颂 另外取挂得到大安挂意登城扶上马 太极空间取挂得到了全神心 长片神心 动出狂神心引发病神心 显示出恐有人为的私欲 造成人类的浩劫让老天出手干预之向 乌恶战争发生至今一则洗一则悠 洗的是挂项研判 战事很可能会提前结束 而悠的是恐怕有难以想象的天灾或人祸的事发生 目前战况人士焦灼未明 越是如此对人类而言恐怕是越要担心 因为会有人开始耐不住性子 小心有极端行为发生 从挂项研判做可能的预测 泽伦斯基要小心人身安全 普丁很有可能会投地末日等级的炸弹 到乌克兰或基辅 当然也包括核弹甚至化学武器 建议泽伦斯基不要出现在西方 北方还有中央的区域 避免遭受到炸弹波及而身亡 如果是这样 乌克兰前途恐怕不妙 另一种可能 普丁可能会因其他因素而被迫结束政治生命 比如生病或被人民唾弃 或是本土被攻击 自然战事及嘎染而止 这是人祸的部分 天灾的话要小心可能遭受到陨石或流星的袭击 范围可能是乌俄 或可能是欧美其他地区 或是发生高级数的火山爆发 小心喷出火球 砸到人口密集的城市 让局势改观 必须终止战事以因应天灾的事件 这次的停电停水 国内的政治氛围 恐怕会发生重大变化 3月2日 民进党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陈其迈拼连任 结果隔天 3月3日就发生停电停水 这样建议要小心 恐怕有陈咬金会出现 让高雄市长的犬行产生变化 建议要注意疫情的变化 千万不要再选前扩大 或是要注意其他的传染 并造成人员或家序伤亡 恐引起恐慌 小心对选情不利 如果再次发生大火灾或大停电 这恐怕就是老天爷对陈市长另有重任的现象 恐会出现转职的机会 还有绿营以外的政治团体 很可能会大整合推出一个高知名度或有战斗力的候选人来挑战 陈市长如果是这样的话千万不能轻敌 不过挂项虽然是不佳 却还是带有极的现象 只要顺应天势真正为人民 老天爷还是会帮你逆转局势的 好 以上是透过股智慧分析 请在自行提升价值判断 仅供参考 如果喜欢老师的分析 请多支持订阅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如果喜欢老师想与老师联络 请扫描QR Code 再私讯老师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感谢大家